寻梦极度西游路 今朝大盛腾云来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老弟小老门也请坐 我是林毅 这回咱们必须聊聊《黑神话悟空》 要说这游戏让八月都不平静了 一号我一到公司 桌上就摆着五分平价条 给我吓一跳 结果一扭头团队里头小老弟们 一个个嬉皮笑脸生龙活虎 我就大了闷的 一看单子 发烧肚子疼 鼻炎犯了五花八门 但时间上都精确损定 八月二十号早上时间准时发作 我一看这时间明白 大家伙只是想第一时间 玩到盼了那么久的游戏 元神 我寻思的那也别扫兴了 就补上了第六张病假条 星期二上午试点 即兴电子扬尾 林毅 当然我家小白也是非常给力 在看到我的病假条之后 在二十号之前 就联系厂商朋友 搞来了一套专制电子扬尾的 华硕全家统 酷炫的ROG创世神机箱 里面一块ROG Strix RTX 4090D猛琴显卡 在官方测试工具里面 4K画质全最高 光追拉满 平均帧数86 再搭配一台绝神27 Pro 4K 160Hz双膜高刷电竞显示器 真的是体验悉形之路的 不二之选 二十号上午 我是第一时间准时开玩 到现在心情都还是很激动 虽然说岁数大了 操作也不熟练 玩得很菜 但能沉浸在一个咱们中国团队 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游戏世界里 路上每个小怪讲的 都是不看字幕 就能听懂的家乡话 过场和战斗想起来的 也都是家乡的小曲儿 这整个经济神是非常不一样的 被虐都虐得很开心 当然也确实老是在被虐 就光在黑风山这 一个幽魂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一个广制泥头车火焰冲锋 俩大哥玩我玩的是死去活来 死一次掉根毛 猴头都快被我拔秃了 反复重走了不知道多少遍 我的兴趣也就逐渐从推剧型 转到了品鉴游戏细节 特别是猴子的战斗动作 黑山话里猴子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招式 比如前期就能看到的五棍挖 游戏里给这个经典动作 专门配了个按键 按下去触发之后 猴子就会把棍子转得虎虎生风 双手单手来回切换 可仔细品了几遍之后 我发现这个动作机制很不一般 它是能和其他攻击动作无缝衔接的 具体来说 如果五一半想打一招轻攻击出去 猴子是真的会让棍子的走向顺势出招 而不是拨完五棍的动画 再硬切到轻攻击的动画 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就是我触发新的攻击动作的时候 这棍子可能捂不到任何一个角度 我发动攻击的方向 也可能是前后左右任何一个方向 这俩合起来就是数不尽的动作衔接组合 但黑神话就是把五棍花 到攻击动作的无缝衔接给做了出来 可打开夹点界面 看到各种丰富的连招组合之后 我才意识到这棍花 也只是黑神话庞大复杂的动作系统里的 九牛一毛而已 轻棍可以接重棍 或防敌人打出硬直之后可以暴跳劈裂 立起棍子脚踏四方踩起来大风车之后 还可以借势翻滚到天上打一个大回旋 这样的花式小蓝招有太多太多 前后腾挪正反摇晃 重点是所有这些动作都是自由无缝衔接 上一个招式顺滑的借势打出下一个招式 而不是一个动画硬切到下一个动画 就像是真实世界武术动作的借力打力 操作猴子耍棍的时候 真有种说打就打直那打的如臂实指的感觉 这真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像《黑魂之狼》 《爱尔登法环》这些神作 也有很多流畅自然的动作衔接机制 但这些游戏里动作的复杂与华丽 主要是体现在丰富的兵器类型上 而《黑神话》则是在棍子这一种武器上 做出来了千变万化的招式组合 拿这些热门作品来对比 可能会有被说是碰瓷的风险 那既然要追求刺激 就灌涉到底咯 你好骚啊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原神》 《原神》里的人物动作优雅还是优雅的 客行俩销手一抬 姿势和神态都是一等一的毕业修画 那假如你马上点个攻击键 这小温柔直接就找段垮掉 人姑娘刷刷闪出去就是一个突刺加上撩 如果咱们仔细的去品鉴这个动画的过度 就会发现这个动画没有过度 实际上它就是上一段动画切掉 跳到下一段动画 直接就是灵真起手 如果让人物跑两步 这一点也挺明显 比如转身的时候 它是不会像咱们真人跑步变相的时候 有个踏步扭身子的过度动作 它完全就是一边原地旋转 一边继续播放跑步动画 优雅倒是优雅 那就没有那种真实世界跑动跳跃 冲来冲去左右摇晃紧张刺激的感觉 当然原神主打的也不是这一点 所以可以理解 但如果回来看黑神话 这种真实冲撞奔跑的刺激感就迎面而来 同样是变相转身 猴子的动作层次就丰富了很多 不光是身位切换更自然 甚至还有电步跳跃这种极致的细节 再到前面咱们说的那些复杂的连招动作上 无论是轻重机衔接 还是不同招式的驾驶转换 都能感觉到猴子肢体适能的自由流转 就感觉画面里的猴子 行李坐卧 闪转腾挪 那就是浑然一体 它都已经不像是用虚拟动画拼出来的二次元了 在我眼里 它就是一只活灵活现 随时要冲破屏幕的三次元 特别是在华硕 ROG STRIX RTX 4090D猛禽显卡的加持下 结合英伟达全景光线追踪技术 水底反射更加清澈功能 寺面与临近的光影也有了更真实的层次感如临其境 同时搭配英伟达 DLSS3 人工智能真生成技术 在AIDA LOVELESS架构第四代Tensor Core加速支持下 帧数倍增 让冒险体验流畅自然 没有卡顿的困扰 实际体验下来 在4K分辨率下画质全拉满这种极致条件下 平均阵律都稳在80以上 这次演示用的绝神27 Pro电竞显示器 支持4K160Hz和1080P320Hz超高刷两种模式 为了专注品鉴画质 咱们就选4K160Hz模式 天命人逼人写神的战斗动感 在这台显示器上更是如丝般顺滑 书归正传 那这种扑面而来的肢体动感 是用什么技术堆出来的呢 这个好奇心烧起来之后 我就赞别类游戏 扎进了资料堆里 这么几天研究下来 我也是挺感动的 大家玩到的这只矫健灵活的猴子 他的背后呢 其实也是制作团队游戏科学 在动画领域攻坚克难 终于成功走出头的一条 慢慢趋经长路 早在20年3月 游戏科学就在一场演讲上透露过 黑神话用到的人物动画技术 叫Motion Magic 中文名呢是运动匹配 这个技术呢 有了老玩家可能知道 他最早呢 是用在玉璧的荣耀战魂里面 就是为动作游戏设计的 简单说呢 就是先有个角色动画库 然后呢 让AI根据玩家指令 游戏环境 各种各样的变化因素 自动呢 给游戏角色匹配最合适的动画 比如说跳跃这个动作呢 我就准备十几种 大跨步暴跳 或者小蹦的一下 然后角色跳不同障碍的时候呢 AI就自动选一个最合适的 然后像不同攻击动作的衔接呢 也是由AI来根据真实人类的动作模式 去决定用上一招的哪个版本 和下一招的哪个版本连起来 中间呢又要用哪个动作来过渡 这样呢就无限逼近了真人的动作 16年的时候呢 这个技术就已经公开亮相了 可时至今日 真正把它大规模应用在游戏中的场上呢 也依然是屈指可数 还是拿原神举例子 其实它的动作系统呢 完全不算是过时或者落后 今天绝大多数游戏都和它差不多 在角色动画系统上用的呢 都是一套叫有限状态机的技术方案 这个状态机里面的状态 在动画领域呢 说通俗点就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动画片段 比如说打一套闪电五连边 然后呢把里面每一边单独拆出来 对应一个状态 我连打了五边 那总共呢就是五个状态 就这五个 所以呢叫有限 实际到了游戏里呢 你每按一次轻攻击 我就播一段动画打一边出去 按五次 这五个动画依次播放 就打出来了这套完整流畅 衔接自然的闪电五连边 但这呢就有个问题 如果咱们想动作更丰富 连招组额花样更多一些 就像黑人画里这样 不按我原来动作采集的顺序来 让第一边接第四边 再回来接第二边 这动作衔接呢 马上就出问题了 而且就算跳过衔接的部分不看 这前后招式的肢体适当就对不上 本来往左也没个收拾的意思 突然就往右了 动作呢多少就有点散乱 不过在电子游戏里呢 也有办法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问题 就是搞光污染 比如说动作游戏的经典标杆 鬼系系列 它其实呢 就是把连招直接拼在一块 本身每招呢 就都很快 再配上华丽的光效 动作本身够不够自然呢 就没人会特别在意了 而且呢 也确实不太会影响游戏体验 光效音效拉满 五颜六色的粒子闪电一扑 有线状态机切换时候的割裂感呢 就一点也不扎眼 但黑神话呢 就没法取这个枪 因为它选择了一条很难的路 就是走偏重写实的风格 特别是游戏前期的猴子 更像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现实侠客 法术技能都不多 只能棍棍倒肉 做最原始的肢体和冷兵器对抗 那在这样一个写实风格的东方山水世界里呢 没有光污染打掩护的有线状态机技术 就遇上了非常大的挑战 解决办法呢 也是有的 传统方案呢 就是往两个状态中间再塞一个过渡状态 让角色前后两个状态的动作呢 逐渐靠近 互相融合 渐变式的由一个转到另一个 这就是混合空间技术 但这个渐变融合的过程 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咱们可以拿玩具小儿来讲 这种可动玩具能活动的部分 主要呢 也就那么几个关节 手肘啊 肩膀啊 膝盖扭一扭 就变成了不同的造型 而游戏角色的动作呢 也是一样的 驱动游戏角色运动呢 是模型绑定的骨骼 骨骼上关节的坐标变化 就构成了不同的肢体动画 像前面我打的五连边 是一整段连贯的动作 反映到骨骼坐标数据上 就是这些关节的位置 都是连续变化的 针与针之间坐标变动不会很大 可如果比如说是第一边 直接连第四边 这两个状态之间 骨骼坐标的变化就太大了 就会明显跳一下 出现割裂 混合空间技术做的呢 就是增加一个比较短的过渡 比如说呢 长度一秒 然后在这个过渡阶段 调整前后两个动作姿势的权重 让骨骼坐标呢 从上一个动作的结束姿势 逐渐变到下个动作的起始姿势 这样衔接呢 就不会那么突兀了 不过虽然听起来可行 但实际过渡的时候呢 如果只是简单的 把上个动作结尾姿势的权重 均匀的从一降到零 同时呢 把下个动作的起始姿势 从零升到一 观感呢 依然谈不上有多自然 这就是因为肢体动作呢 总是充斥着复杂的加速减速过程 就说咱们平时 简单挥手打招呼这个过程呢 我手的位置 朝向旋转角度 其实都在非常复杂的时刻变化上 它肯定不是匀速稳定的运动 我如果刻意那么干呢 那看着就很像机器人 一点不自然 所以说回混合空间技术的状态切换呢 它也是一样 要想做到真实 就肯定不能简单的 从一个姿势 均匀的变到下一个姿势 而是要专业的动画师逐针去调这个参数 前后两个动作需不需要各自剪掉点 在过渡阶段 谁多留一会儿 谁少留一会儿 这些呢 都要去手动调整 加起来这个工作量就相当的恐怖 每个独立的动画 都可能因为方向环境的不同 有很多种变体 这些变体之间呢 再按不同顺序去组合 需要调整的衔接动画数量 就会直接指数爆炸 像经典的荒野大标课2 制作团队呢 总共打磨了30万个动画 而这背后呢 则是2000人的规模 赶了整整8年 对于游戏科学 这样一个初次涉足 淡机游戏开发 在20年第一段演示发布的时候 还只有30来人的小团队来说呢 这套抱堆公石的打法 很显然是走不通的 但他们呢 并没有低头砍掉这些花式连招 还是把翻滚后车撑干跳 垫步闪身吹号毛 这些妙趣横生的灵动打法 给端了出来 甚至给业内 很少有现成解决方案的 四组的蛇形的昆虫类的妖怪 也配上了势能流转 相当自然解释的肢体动作 靠的呢 就是硬肯前面说的那个 基于人工智能的全新技术 运动匹配 运动匹配和传统的状态机 搭配混合空间技术的方案呢 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不在人工指定规则 而是让AI去根据角色此刻的 骨骼姿态和玩家的指令 从一个动画大石子里 捞一个最合适的动作出来 这个大石子里呢 有转向 奔跑 慢走 杀停 轻攻击 重攻击各类动作 每个动作呢 也都录了好多不同的版本 有朝左打的 也有朝右打的 那比如说我在工作室看到小白 一个肩步奔上去 偷袭 这时候AI呢 就会分析我此刻的骨骼姿态 我在往前移动 所以中心向前 以这个前倾的姿势要发动攻击 基于这些条件呢 AI就会从动画池子里 捞出来一个身子往前倾的攻击动作 而不是往后仰的攻击动作 把前后两个架势 自然的衔接起来 就不用再燃烧动画师去专门挑一套孤独动作了 怎么做这个东西呢 感谢我们强大的市场 前面咱们说这个方案呢 玉璧已经搞出来了 在游戏科学21年的技术分享上 也提到虚幻引擎市场里 是有现成的插件的 那是不是这个问题 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直接占玉璧的桃子就行了呢 其实呢也并不是 玉璧的桃子看起来香甜 但真进嘴里一尝 它实际上呢 可能是土豆 网上呢可以找到不少技术爱好者的体验分享 但看过就会发现呢 市场里的插件 并不是拿来直接用就行了 像我看了一个给甘雨用运动匹配的视频 这动作呢 丝滑是挺丝滑 但风格不对啊 直接折成原神信条了 咱们在黑神话里想看到的呢 也应该是一个东方的侠客猴 而不是披着猴皮的翻墙跑酷男 所以动作呢 肯定是不能直接用的 而除了动作之外 原版插件的技术实现上呢 也能看到还是有不少的瑕疵 转身左右平一奔跑 还是会看到存在一些动作上的不连贯 实际上就这个插件 在市场里的评分呢 它也完全算不上是高 当年玉碧呢 没少宣传这个技术的效果 可实际运用上各种难点的解决方案 还都是藏在了自己手里 作为商业公司呢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就意味着 网上各路大神基于蛛丝马迹 和自己探索琢磨开发的功能插件 真正要用 还是有不少坑要填 所以虽然大方向上知道有路可走 但这条灯顶角色动作系统的慢慢趋经长路 还是得自己一步一步磨 运动匹配的第一步 也是整个技术最终呈现效果的关键支撑底座 就是巨量的高质量动作捕捉数据 巧妇难为无比之吹 游戏科学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给AI找到足够多的米 备好量大滚宝的角色动画 这儿的难点就是得细 每个动作都得录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这个要细到什么程度呢 角色朝向不同 速度不同 都会让同一个动作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 那动补演员就得反复重复同样的动作 把这些情况都给录到 真的非常辛苦 但这份辛苦也是值得的 最终都转化成了咱们实际玩到的 驾驶运转流畅自然的花式战斗动作 但光有着巨量的动作 也只是开了个不错的头而已 巧妇是难为无米之吹 但一顿让人家煮2000斤大米 哪个巧妇能顶得住啊 现在动画数量上来了 但算法工程师疯了 我现在偷袭小白 算法得在零点几秒之内 看完几十上百段动画 然后从里面找一个最匹配 我此刻这个姿势 这个速度必须得够快 要不然我偷袭之前 远地停十秒钟 小白回头问我 哥你个人干啥呢 有事啊 那还叫偷袭吗 咱们玩的这么卡 也肯定气得砸屏幕了 而且雪上加霜的时候 能供匹配算法用的计算资源 也非常有限 为了让大家伙都能唱玩 这个匹配过程 老设备也得能跑 同时这些老设备 还有很大一部分算力 要用在游戏画面本身上 那怎么办呢 这里预避的形象倒是高大起来 他在20年发表的运动匹配论文里 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提示 就是AI 别看今天一说到AI 就会联想到大量的显卡 巨量的资源消耗 但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AI背后的神经网络 本质上是一种 极其高效的信息检索算法 你看大模型本地跑起来 总是需要很高性能的个人电脑 但其实你每发送一个问题 它都是在从几乎 整个互联网这个体量的数据 往你迅速找到答案 所以他才能那么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那看着他消耗大 实际上是他解决的问题 处理的信息量本身太大了 要是用传统语言处理算法 来做同样的事 那每个超级计算机 根本运行不起来 怎么可能轮到个人电脑呢 所以说AI呢 其实是非常高效的 这可能有点和咱们的常识直觉相反 那回到运动匹配上 预避的论文讲的主要是 引入AI技术 对内存资源的大幅结设 这个匹配过程的内存占用 从将近600兆降到了只要不到17兆 就能丝滑运行 从后来黑神话的演示来看的 游戏科学不仅把玉璧的 这个关键提示给学到了 甚至还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游神话中 更全幻也更复杂的七妖异怪 不只是双脚着地的人性生物 连四族生物动作捕捉 这个业界一直没有成熟解决方案的 无人之地 也让他们给磨了进去 前面说猴子的动作呢 可以靠动部演员来录 那四族生物怎么搞 让小伙子小姑娘在地上爬了 太怪了 游戏里简单做的路边的猫猫狗狗 倒是也不难 动画师手动做个关键身动画都行 像动作更复杂的 以小橘猫为主角的 Stray迷失这个独立游戏 甚至全程都是开发者的小黑屋里 一针一针抠出来的 包括怪物猎人里的四族怪物也是类似 甚至日本人还真的是让小伙子在地上去爬 但问题就是这些动作呢 都还是靠人类动画师和动部演员的观察和想象力 没法通过动部或许大量精确复杂 又自然写实的四族工作 所以咱们呢能看到 即使是动作领域积累雄厚的大公司 在设计怪物的时候呢 对四族生物也是能不碰就不碰 像丽雅荒野大标课2 拿到18年TGA年度最佳游戏的战神4 背景同样是光怪陆离充斥奇幻物种的神话世界 但整个流程下来 除了几匹野狼 也看不到什么四只角的怪 大部分呢都还是类似人形的山怪 而黑神话呢则是铁了心要闯进这片无人虚 灵虚子 胡先锋 黑雄精 别家避之不及的四族怪物 游戏科学直接给足了戏份 做了好几个大boss 他们探这条新路的方法呢 就是沿着前面AI加速运动匹配的思路 继续用AI这个趁手的兵器向上突破 二年的时候呢 游戏科学发了一个虎年贺岁小短片 看着呢像是纯整活 但其实意义重大 这个短片呢 首次提到了他们自研的四族生物动画生成系统 名字呢叫陆无 陆无呢是山海经里边的昆仑山山神 有九条尾巴 人面虎身四脚着地 名呢起的还挺贴心 在这套系统里呢 AI干的事儿 不再只是像运动匹配里那样 帮着找合适的动作 而是直接无中生有 基于用猫得到的真实动捕数据 在虚拟环境里呢 进一步生成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四族动作 然后呢再由专业动画师来打分 反馈回去 叫AI继续生成更真实更自然的动作 最终呢 就得到了一个业内前所未有的四族生物 AI动画大师 无论是奔跑跳跃 还是跋山涉水 想要什么样的动作 就有什么样的动作 首次实现了神话世界里的四族妖怪自由 某种意义上呢 在单极游戏里立起来了一点中国味 像日本游戏 美国游戏的特色呢 都是各有千秋 但未来中国游戏呢 可能就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各种灵动矫健的奇珍异兽 咱们呢也终于算是在游戏圈 有点自己的东西了 回过头再看游戏科学这条求取动画系统真经的漫漫长路呢 也真是挺了不起的 从一开始为了追求极致的自然写实 抛弃传统的有限状态机 丛林搭建预必抛出来的AI运动匹配方案 到后面把这项新技术继续向上猛探 建立起自己独有的一套动画技术战 游戏科学这一路的坎克波兰呢 也算是打通了一场西天取经的9981难 不过我觉得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呢 还是在敢于启程这个奇点上 不研究这些费力的技术呢 其实也能把动作游戏做出来 但他们呢偏不 就是要花大力气 搞一个东方文化下的冷兵器侠客出来 把一根大棒捂得狐狐生风 棍棍到肉 让咱们呢能真正一人一棍 去重走那场唐代的悉行历险之路 不只是故事上文化背景上 在最尖端的游戏技术上 也让咱们体验到人物未有的特色来 今天市面上明确看到 使用了运动匹配的游戏作品 荣耀战魂 控制 最后的生还者2 每一款背后呢 都是业界出名的大厂商大团队 而游戏科学呢 在黑神话刚立项的时候呢 他们还只是个做过几款手游 从来没有3A开发经验的 十几个人的小团队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也依然敢选择去走这条 看不到终点的路 去播一播 今天呢 我已经玩上了最后的成片 大家可以尽情的在这开香槟 那回想当年游戏科学启程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一刻 真的很像黑神话序幕里 那个震撼的常见 小小的猴哥呢 直面大山一样的巨灵神 四大天王和十万天兵天剑 那个时候 这个小团队面临的挑战 远不止技术这一座大山 但他们依然带着傲心傲骨 迎面冲了上去 在中国游戏文化史 甚至是世界游戏技术舞台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现在真是衷心的希望 今天这场人间盛会 不止停留在人间 这喧天的锣鼓 能响彻三界 游戏技术这个关键技术领域 被真正重视 游戏文化产业 能获得它应有的行业地位 大胜这一棒真正的开店辟地 让2024成为 中国游戏广报无影的全新起点 这样很久以后呢 我就还可以跟那个时候的 小老弟小老伴没事吹吹牛 说你们今天玩国内的这些大型3A 一年世界二十几部 那都太公式化了 黑神话你们知道吗 那才叫经典 当年林大爷在黑风山 玩棍子的时候呢 你们还没出声呢 当然回到现实呢 路还很长 挑战还很多 但至少咱们呢 也有过黑神话这样一个作品 未来谁也无法预测 但我相信呢 还有更多游戏科学这样的团队 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求索 踏平坎坷 乘大道 斗霸间线又出发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行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